這邊就有 這個比較高 那些都要用這裡就對了 那裡有米什麼 米山啦 香薩就對了 香薩,對於你來說在算海泡 我就大這裡就對了 有,那一隻 那一隻 那一隻有差嗎 有差啊,怎麼說 就外面沒有蜜園 然後外面沒有蜜園沒有花粉 就得直接人工飼養 人工飼養 蜜花會不會說 這麼熱的還會出去採花蜜嗎 他一定要採啊 天氣那麼熱他還要找水源 而且他找的水源要非常乾淨 那個水溝他不吃 他一定是自然的泉水 或者是長期有在流動的泉水 喔 現在有水的地方就發乾啊 發乾的就對了 對啊,發乾的啊 你自己躺車到那裡走你就知道啊 那麼熱,他飛行 本來說天氣涼爽的時候 他可以飛很遠 大概一公里 可是問題是天氣那麼熱他就要停了 那他停的地方是不是 就有很多的東西 未知 所以通常他飛到一個地方之後 固定下來他就是 比如在那邊踩踩完就回來 可是他現在就中間他要休息 他要找水源 喔 所以說夏天真的蜜蜂比較不好咬 我們自己也知道啊 我們自己也不可能放水流 對不對 啊水高的水沒要吃 對對對 啊除了這個你說的 風旺還沒要下降 天氣太熱 太熱他不生 會生但是沒有生這麼多 啊沒有生那麼多 他的風群的那個 風勢就會落下了 風勢會落 就他數量減少的 對,減少的話他 採的就更少了 花蜜阿還有花粉阿 他吃的東西就更少了 對啊所以就變成他人工添加下去 他的成本就增加了 噢髒髒成本增加多少 哈哈哈哈 沒有,成本這麼說好了啦 應該是說我們平常可能這個時段採完蜜之後 這個時段是不用人工飼養 那前一陣子不是連續下好多天有沒有 然後不是突然一陣暴雨 然後整個天空黑色色 然後那時候花花整個都打掉了 打掉了它外面沒有蜜緣對不對 可是它現在你看,才差幾天而已 高溫 沒有得吃然後又高溫 然後它又不生 然後整個風是下來 就直接是這樣子了 沒辦法 喔,這現在很難養就對了 嗯,現在很難養 應該是說每一年都會遇到不一樣的東西啦 像去年把我剪掉 我都偷偷測入的,沒關係 要不然你叫你老公上來 我老公 如果你覺得是時候 應該要不再吃 要不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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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達 or 來 要不再吃 還不再吃 要不再吃 然後這次 不再吃 他要去塗那個護磚啊 我太難了 我太難了 對啦,我們女兒不漂亮,還給他比得漂亮啦